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安慰勉励 我们不可说我们知道自己的罪 使我们胆小害怕 不敢求告仁慈温柔的天父 因为我们天天冒犯他 因为就人间关系来看 儿子向父亲祈求 不可能找到比父亲更加的辩护者 为他代求重得恩宠 只要他自己谦卑悔改 承认自己的罪过 祈求父亲的怜悯 就必得父亲的饶恕 因为父亲必因儿女的恳求施恩 何况那发慈悲的父 赐各样安慰的神呢 既然天父要我们向他恳求 难道他不顾念他儿女的眼泪叹息 垂听他儿女的祷告吗 难道他宁愿他的儿女 怀疑他的温柔宽容 因害怕甚至绝望 请别人来替他们辩护 天父在慈父对浪子的比喻中 表达自己丰盛的父爱 儿子离弃了父亲 放荡耗尽了他从父亲所得的财产 在各方面都大大得罪父亲 但父亲却以拥抱欢迎他回来 他尚未前来求赦免 父亲已经从远处认出他 跑去迎接且拥抱他 以上好待遇 与丰盛言习悦纳他 进入父亲的恩倦 天父以此人间父亲 对浪子之仁慈大爱做例证 是要教导我们应当确信 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丰盛 远超过世上父亲的爱 因他不仅是父亲 更是无与伦比 最良善和最慈悲的父亲 虽然我们是忘恩负义 背逆顽耿的儿女 只要我们投靠他的怜悯 就必得享他的慈爱 为了使我们基督徒 更确信他是这样的父亲 他定义要我们 不只是称他为父 乃是直接称他为我们的父 这等于是祷告说 父啊 你以丰盛慈爱 带你的儿女并乐意饶恕 我们是你的儿女 求告你 向你祷告 并确信 你必以父亲的慈爱 对待我们 虽然我们完全不配 有这样的父亲 然而 因我们心地狭隘 而无法领悟神无限的恩赐 他不仅赐给我们基督 作为儿子名分的凭据和保障 他也赐给我们圣灵 向我们见证这儿子的名分 好让我们借着圣灵 坦然无惧地呼叫阿爸父 每当我们犹豫不敢来到神面前时 要记住 求天父除去我们的胆怯害怕 叫我们倚靠圣灵的引导 勇敢地向他祷告 优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